中文字幕志愿者 翌立 我們已經過去成立了五年 2015年到現在 其實我發覺教育是很重要 除了在救援上,我們也會展開生命教育 希望可以走進校園裡,影響更多青少年的心態 令將來有機會棄養的情況減少 其實未成立之前應該這樣說 是完全不知道澳門的流浪狗是怎樣 甚至都沒有關心流浪動物在澳門的問題 其實為什麼會關心動物呢 因為自己養狗才開始關心 關心多了網絡平台上一切的資訊 才知道原來我們的社會有這麼多流浪動物 甚至沒有一些需要幫助的動物 我才開始促成這個會 希望盡自己的能力可以盡量幫忙 在創立這個會期間,已經很久了,2015年 在那段期間,資金、場地、人手上 相對所有東西都是不足夠 其實就算現在,你問足不足夠 都是不足夠的,始終做救援都是 但相對當時是比較困難 我們都盡可能的話,我們都會拯救一些年老 或者是嚴重病患的動物 因為其實我們的領養家庭 我們必須要經過審批 除了填寫一些基本資料之外 我們都需要去家訪 不論牠是貓好、狗好 我們都要去家訪 亦都要了解牠家庭的背景 或者牠的工作時間 或者牠的經濟能力 都是我們因算的條件 因為種種對於動物來說都很重要 尤其是時間 因為澳門其實很多工作都很煩惱 每一個家庭都很忙碌 工作都要工作 或者有些未結婚的 可能牠都要上班 事實上,我們會分析給牠聽 牠是否真的有時間去養一隻動物 我們會把很多問題帶出來給牠知道 如果牠真的在時間上 沒有那麼許可的話 我覺得只是時機未到 我們都會跟牠說 就算有多嚴謹的審批 其實當中都一定有少的機率 可能牠覺得不適合 或者在家庭上出現問題 會接收狗 我們也有做過這件事 通常如果我們接收狗 我們都會同一樣 我們都會知道狗狗回到家裡 會否產生甚麼問題 如果是因為狗的行為上 我們會重新再調節動物 而令牠可以適應另一個新的家庭 但真的會覺得 原來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和心機照顧牠們 將來可能會再想清楚 要養一隻狗 其實要養一隻狗 不是跟牠玩 那就可以 等牠照顧一個寶寶一樣 其實大家都可能做了好多事情 玩一隻狗 然後去看試法 然後去送牠娘出一步 已經覺得有做到的事 那些人會覺得很累 我們曾經救過一隻狗狗 叫諾諾 現在當然是過了生 拯救牠的時候 其實都很嚴重 嘴、手都有癌症 在那情況下 牠已經是很飢餓的狀態 到獸醫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不理 麵包好什麼都好 放下給牠吃 牠都是狼吞火腐 好像很久沒吃過的東西 最終我們拯救了這隻狗狗 之後 我們也很幸運 雖然年紀十幾歲 我們都找了一個很好的家庭 去收養牠 直至到牠中老 每個學校都歡迎做生命教育的講座 任何學校都歡迎做生命教育的講座 那天是國際學生會邀請我們 去他們學校做生命教育 亦都是一些比較高的年級 相對來說 可以講的議題是深化一些 因為牠們將來都是最快 可以踏入社會去養動物 因為牠們成年人 我們都希望可以深化一下牠們的思想 以及看牠們的想法 告訴牠們其實養動物 除了金錢以外 我相信時間 或者整個家庭裡的配合 都是很重要 那我們持之以恆都希望 可以在任何一家學校裏面 去做一個持續性的課堂 即是複式校園的 跟一個同學講 可能會跟身邊的朋友講 回到家裡可能跟家人講 今天做過些什麼 今天講了些什麼 那我相對希望能夠 去多些學校走到不同的地方 而令到更多人可以知道 現時流浪動物 甚至可能 你真的要養動物之前 你要考慮要做些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可以做些什麼 是否需要 當然希望澳門清零 可是這個事好像有些天荒野譚 都是一個目標 雖然未必達成得到 但都是一個目標 只要自己認為那件事是對的 主要是對動物好的 我們都會去做 但當然在這個過程裏 我們希望能夠再找更資深的義工 令到我們力量更大的情況下 我們哪怕人 包括自己 都有機會離開的一天 希望如果我們真的有誰離開 或者不是消失了這個世界的時候 也不要因為我們個人的問題 而影響了需要救援的動物 這件事是我最大的期望 你踏著腳進去做這個動物義工 其實就不可以退回頭 也沒有機會讓你退回頭 不可能放棄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是生命的拯救 沒有放棄 也不可以 又有機會 我可以讓你去做這個動物 因為我會不會在那裡 因為我會不會在那裡 我會不會在那裡 在那裡 我會不會有可能 可以讓你去做這個動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